游走在阿拉伯福地野门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有这么一句话 蜜蜂说 我的房子是按最严格的建筑规则而建的 掩门的古城 满满地挤着参差错落的房屋 大块的正方形石头砌成的后墙 造出极小的窗孔 一排又一排 积木般地跌打在一起 犹如许许多多的风潮 每一个小窗子的顶部 有一个扇形的装饰窗 雕刻的玲珑剔透的石膏框上 镶嵌着彩色的玻璃 白天的阳光从那里射进屋来 在墙上稠稠地弥漫开斑斓的色彩 夜晚的灯光又从那里射入带色的晴空 把一粒粒红玛瑙绿翡翠 黄琥珀撒进满天的繁星 我眼睛里的野门 像极了童话世界里的蜜蜂王国 完整的老城墙蜿蜒着 把这些风潮串成一串项链 午后的阳光将沉年的泥土 照得愈发的苍白 后幕的城门金属镶边 刻着西米亚里特文字 城墙上开一个矮小的门 那里是一间短期拘留所 政务刚过 不时有蒙着面纱的妇女 提着篮子来送饭 看见的白胡子老头 很和善的样子 铁栏杆的门上 一把铜锁开开合合 里面的犯人围成一圈 坐在地上吃饭 各式各样的鞋子 在门口堆成一堆 一个红脸大汉 走过来扒住栅栏 亲切地招呼我进去吃饭 看见的老人也并不干预 只是询问的晃晃手里的钥匙 问我要不要开门 撒纳 图拉 宰彼得 我为这些孤独而雄壮的 历史古城惊叹 我又以为 掩门的古城 不过也是幸存了如此的几座 那种珍惜 那种爱恋 那种亲近 那种不舍 丝丝扣扣 缠在心头 溶尽血液 我乘上了小型卡车 和许多的当地人一起 挤坐在后面车厢的地板上 拉紧了头纱 风吹日晒 无目的地 在中部的萨拉特山脉 游走的时候 落日余晖下 一座又一座有名的 无名的城堡 却意料之外地扑面而来 它们立在高峰上 或浮在谷底 左端连着右手 让人目不暇接 我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在古老的野门 每一座城 都是名副其实的围城 泥土 或者麦杆湖城的墙 围着细而高的房屋 端端地伸进青色的苍穹 那里的云 尘缓地游动 几千年也没有挪开过 这片天空 极小的窗子 一个接一个 秘密地相成一排一串 一个扎着花头巾的小女孩 正将半个尖头伸出窗口 嬉笑地对我招招手 那扇窗 用石膏镶着 不规则的白边 那扇门 血一般地涂成淡蓝色 时间仿佛停在这里 停下脚步 就变成了 天方夜坛里的公主 不知不觉地昏睡了几百年 我刚刚扬起手去搭便车 穆罕默德阿巴斯的大吉普车 正呼地一下冲过去 又猛地一个急刹车 然后快速地倒回来 停在了我的面前 他问道 你去哪儿呢 我淡淡地说 向北 并说不出来明确的目的地 我走了一天的路 破近黄昏 只想找个有屋檐的住宿 向北 穆罕默德阿巴斯 不加思索地重复着我的话 踩下油门 大吉普轰的一下 冲了出去 夕阳刮在山脚上 仍然是炫目的明亮 木桶牵着牛 赶着毛驴 走上石阶 推开一座又一座沉重的木门 老房子的底层 是牲畜的居所 堆着草料 引草里装满着清水 再上一层是厨房 吹烟正从那里缓缓地冒出 温馨而祥和 起居室在最上一层 那是每一个家庭里 最为高贵显赫的地方 男人们的下午茶摆在那里 有客人来 便开辟为客房 穆罕默的阿巴斯 把手抬得高高的 远远地指给我看 如雪的黄昏里 我看到了两座古城 考卡班居高临下 立在2900米的高山顶上 历史上被称为铁城门 西巴姆 一马平川 卧在宽阔的盆地之中 是沙漠中的绿洲 两座城之间的直线距离 不到一公里 高度却相差450米 从考卡班 走下西巴姆去赶集 有那条贴在45度崖壁上的小径 抖折蛇形 穆罕默的阿巴斯的房子 竟然立在这两座古城之间的山崖上 吉普车转上一条支路 蜿蜒着在山背上爬 一直走到路的尽头 穿过一片梨树林 靠着悬崖 是一栋孤零零的老房 穆罕默的阿巴斯说 他祖上传下来的这所房子 已经将近有一千岁了 我们在门前脱去鞋子 赤子脚爬上高大的青石台阶 黑暗的楼梯间 有通风的小窗子 只不过巴掌的大小 精致地镶着木框 有一个黄铜的小叉子 憋住窗外的炎热 最高层那间向阳的房子里 坐着穆罕默德的爸爸 叔叔和哥哥 从午饭到晚饭 这里的男人女人们 喜欢搅卡特 喝茶聊天 消磨那段长长的时光 这间长方形的房间 三面靠墙摆放着低矮的坐垫 靠背和膝枕 下午明亮的阳光照进雾来 山下开阔的盆地 一览无余 放眼望去 沙丘此起彼伏 远山连绵不断 我看远山 远山上隐隐可见一座座洞穴 那是史前人生活留下的痕迹 我看静茂 崖下土碑垒成的塔楼市住宅 从盆地里拔地而起 挤压着狭窄的街巷 排得密密麻麻 宛如风潮的小窗 每一个都在讲述着 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木合四野 繁星悄悄地布满天空 一轮满月照着天地 万类无声 我们也是静静地 用手撕开滚烫的厚普斯大饼 斩一下蚕豆做成的富饵 香甜地享受着质朴的生活 任凭风云变换 岁月沧桑 而此刻的我们 正是在一幅千古不变的 世俗风情画里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洪阳 欢迎订阅洪阳之声 其他专辑 并且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